在帶您看到竹聯邦名人會試圖把觸角伸到南投嗎 一名二十三歲的學姓男子為了拓展勢力 他今年陸續在南投學里 集集等地吸收青少年作為小弟 並且是以各式武器恐嚇被害人 毀損人家民宅 這些行徑都非常騷張 警方陸續代表十九名嫌犯盜案 依照違反組織犯罪條例等自嫌 全都移送地檢署偵辦 深夜裡好幾名黑衣男子手持各式武器 將被害人壓到籃球場理論 囂張行徑還不止這一樁 兩台轎車停在民宅外頭 黑衣人從四面八方一擁而上 像是由什麼深仇大恨十幾人輪番上陣 持工具對著屋外以正猛砸 這幫集團以徐姓男子為首 他是竹聯邦名人會的成員 平常活動範圍在雙北地區 為了擴大勢力版圖 今年陸續在南投集集水裡 信義一代吸收成員陳凶鬥狠 警方陸續逮捕十九名返嫌盜案 從今年開始持續利用返鄉的機會 吸收青少年級學生作為小弟 兩岸共減數犯嫌十九人盜案 合計查扣有手槍一把 子彈五顆以及刀屑棍棒毒品凱他命 明人會試圖將觸角拓展到南投地區 警方不敢大意 以違反組織犯罪防治條例 槍炮彈藥刀卸管制條例 將犯嫌疑請南投地檢署偵辦 避免再有青少年誤入歧途 記者網民肥微笑語張藝智南投報導